张作霖在动身回奉天之前 他就有预感说这回回奉天 可能是危其四伏 所以他就把他特别宠爱的 号称复兴的六一泰带在身边 但是没成想 六一泰并没给他带来什么好运 张作霖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就这样 死在了自家的脑 那张作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那么宠爱六一泰 那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 沈阳张氏率副博物馆的副馆长 许湘坤先生 欢迎许先生 许先生能跟我们大家简单的概括一下 他为什么那么宠爱六一泰 好像就要被称为叫做副 特别宠爱 因为马月清进入率副之后 他的事业就如日中天 第二是战风战争 他打胜了吴佩福 然后入主了宠南海 成为了洛海空军大员 洛海空军大员 成为国家首脑 他就觉得可能是这个 跟他有关 他就觉得跟他有关 所以叫福星领 不是他有多漂亮 而是张作霖感觉这个女孩有福相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概概述一下 张作霖这个人 对日本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先说一个张作霖跟日本的强势的例子 日本人枪杀了一个他的兵 日本人很强 杀人我赔钱就了事了 赔多少钱赔500块钱 张作霖当然不愿意了 我的士兵就只是500大洋 听说好像是他也负了500大洋 说我要你的一个士兵的命 他不是这么做的 他是枪杀了三个 给你1500大洋 就这么回家日本人 对啊 就这么 这是张作霖说的 所以张作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当然了 张作霖也有看上去不强势的人 比如呢 比如说日本人暗杀他 他知道是日本人干的 但是他要和日本人周旋呢 还需要日本人来为他服务啊 他就不查了 所以他既可以刀剑除鞘 也可以 喊着委屈 对啊 给你周旋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从许先生嘴里呢 我们得知了张作霖这个人啊 是很有头脑的一个人 所以历史啊 之所以有记忆 就是因为有亲历者 历史之所以有温度 也是因为有亲历者 再次感谢许先生的光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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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